2008年,刚结婚不过四个月的张静突然得知自己娶了个残疾人,因为蔡绍芬病了,且病得很严重,她患上了强植性脊柱炎。 医生告诉夫妻俩,如果继续任由这种病发展下去,蔡绍芬不仅会面临瘫痪的结局,以后可能睡觉都得站着了。 初闻这个消息时,蔡绍芬如遭雷劈,痘大的眼泪跟不要钱似的速速而下,她没想到自己年纪轻轻,却要遭此厄运,并且当时她的病已经严重到无法弯腰,也无法躺着的地步了,甚至连起身都变得尤其困难。 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昭示着,瘫痪的结局即将要朝蔡绍芬袭来,新婚婴儿的喜悦还没过,就要面临卧床残疾的结局。 蔡绍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,而她心里除了对未来的恐惧之外,更多的还是对丈夫张静的愧疚。 于是她哭着对张静道歉,对不起,娶了一个残疾瘫痪的女人。 因为在蔡绍芬看来,张静是可怜的,好不容易娶到个老婆,最终却变成了一个残疾人。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,夫妻之间一般只有两种选择,要么是蛋蛋临头各自飞,要么是我照顾你到老。 显而易见,张静为自己与蔡绍芬选择了后面一个结局,她跟蔡绍芬保证,没关系,我一定会守护你的。 果不其然,之后的三年中,张静一直对蔡绍芬不离不弃,照顾有加,两人还迎来了爱情结晶,大女儿张楚儿。 奇迹的是,也伴随着大女儿的降生,发生在了蔡绍芬身上。 因为她神奇地发现,自从生下了女儿后,自己的腰忽然就不疼了。 等后期夫妻俩去咨询医生,医生才不急不缓地告诉他们。 因为宝宝在肚子里吸收了母亲的钙,所以把病痛带走了。 尽管这个说法在很多人,甚至连蔡绍芬本人听来,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,但事情就是如此真切地发生了。 但因为生下孩子不治而遇,所谓的绝症一夜之间消失了,让她如愿以偿,做回了一个正常人。 前段时间,蔡绍芬在综艺节目里曾说过,自己结婚为人母后,特别怕死。 这种担忧会让蔡绍芬在每次出行,特别是坐飞机前,她总会脑补自己半路遭遇不测。 所以每次上飞机前,她都会郑重其事地跟丈夫张静交代深厚事,并再三嘱咐她,如果我有事的话,你必须好好保护孩子,想要再结婚没有问题,要找一个对她们好的女人。 一旁的钟立提听完,马上安慰蔡绍芬,不可能的,她这么爱你。 钟立提是出了名的少女心,对生活永远保持着一腔热血,一举一动都带着浪漫色彩。 然而接下来蔡绍芬的一句话,把所有的浪漫击碎,只剩下一地扎人又刺眼的破碎。 她说,算了吧,现实一点,什么忠贞不渝的爱情,什么千年修来的夫妻情深,在现实面前,不仅不值一提,还经不起考验。 别说是天人之格了,哪怕是爱人尚在世间,也不能保证两人能携手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 年纪轻心丧偶,几乎没有几个人能靠着那点爱情撑完下半生的。 再深爱的人离去了,活着的人依然还要过着往后余生。 所以不可否认,再婚确实是一件非常现实且正常的事。 与其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,倒不如早一点认清这样的事实,哪怕将来真的遭遇不测,死去的人能放下忧心去长眠,活着的人也不需要背负着道德和情感的枷锁,煎熬地过完下半生。 蔡绍芬是真的人间清醒,她有敢于承认事实的勇气,也有勇于打破幻想的能力。 她之所以会如此现实,是因为她深深明白,对生活抱有幻想,就是在伤害自己。 蔡绍芬迷路走丢,反被骂,原来婆婆真的不如妈。 2019年,张绍携妻子及母亲一起录制了某档家庭类真人秀,当晚他们一行人正在西班牙做任务,结果在找酒店的环节,蔡绍芬却因为迷路,找不到自己应该去的地方了。 期间好不容易联系到张绍,婆婆就出来作妖,张绍一说话,张妈妈就要出面打断,而当张绍为蔡绍芬解释时,张妈妈又拉下个脸。 对啊,分的时候我就在说可不可以听电话,可以听电话才能够分,不可以听电话不能够分。 事实上,心前母子俩早一步找到酒店,却发现蔡绍芬姍姍来迟时,张绍提出要出门找老婆,便遭到了张妈妈的制止。 之后三人终于团聚,张妈妈脸上也没有笑容,反而怨气更甚,一直在蔡绍芬跟前碎碎念,一会儿埋怨她不知道打电话, 一会儿批评她做事不计后果,总而言之,在婆婆看来,蔡绍芬的迷路似乎最大恶极。 但要知道,当天的西班牙寒风瑟瑟,迷路的蔡绍芬已经在街头巷尾吹了好几场风, 她穿得又少,本身就被冻得不想多说一句话,再加上找酒店时,来来回回绕了好几圈,不小心引发旧疾,腰疼得不行。 在这最难受的时候,还要遭到婆婆的碎碎念埋怨,蔡绍芬不崩溃,谁崩溃。 屏幕外的网友健壮也纷纷感同身受,非常心疼蔡绍芬,怒而指责婆婆太过斤斤计较, 那么婆婆当真就这么恶毒吗?其实不尽然,因为看过几人找酒店的完整视频就可以看出, 一开始找酒店时,张继母子本意是不想分开的,但好胜心强的蔡绍芬却坚持几人分头寻找, 张妈妈当即便不愿意,俩人家一直认为,这样可能会多走很多冤枉路, 只是最终拗不过蔡绍芬,只能任由儿媳,脱离队伍,独自寻找。 后面的情况大家也看到了,张继母子火速找到酒店,携带钥匙的蔡绍芬却不尽了踪影, 不仅人看不到,手机打不通,始终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, 这也导致走路走得腿脚酸痛的张妈妈,只能无奈摊坐在酒店旁暂坐休息, 连个好去处都没有,因此老人家心中难免会有怨气,埋怨儿媳几句也不是不能理解了。 况且张妈妈恼怒的点一直都是蔡绍芬不应该擅自行动, 她并没有吐槽儿媳这个人的意思, 所以大家就别说什么婆婆不如妈了, 毕竟但凡是人都有脾气,更何况是自觉受委屈的老年人呢。 蔡绍芬和张继结婚11年后,婆婆终于承认了自己的不爽, 我那个时候很不开心了,好像她穷得很, 又是什么替身呢,穷得不得了,我吃不起饭吗,我也有自己的生活,怎么样? 这令张继母亲愤愤不平了一幕,是张继蔡绍芬婚礼上的真实写照。 2008年两人大婚,然而这对天赐良缘却被媒体贴上了下架穷小子的标签, 原因无她,只因那时武师出身的张继的名气, 远没有蔡绍芬这个港姐出身的影视剧女王名气大。 女强男弱的标签,自这段感情开始,一直到两人结婚都没有被摘掉。 等蔡绍芬张继,好不容易步入婚姻, 后者也拿出了自己能拿出的所有钱,一万八港币来办婚礼时, 蔡绍芬那个势赌如命的母亲不干了。 据说,她张口就跟张继要了一百万, 要不然就不将漂亮的大明星女儿嫁给对方, 不过这还不是最令张妈妈感到心塞的地方。 因为老人家最在意的一点其实是, 自己人中龙凤的儿子凭什么娶了个老婆, 就要被人戳着脊梁骨,暗头接上穷小子。 替身娶到女神的名号, 就是他们结婚那段时间, 写那些新闻我都不高兴的。 为人父母的, 哪能容许别人如此调侃讥讽自己的孩子呢? 还有张静明明是个正儿八经的重庆仔, 家中也不是掏不出白酒席的钱, 他们小夫妻却不在家乡办婚礼。 后来媒体记者对张静的一番屈辱提问, 更是让张妈想不到。 那天记者故意提起来, 蔡绍芬和刘鸾雄之前的事, 还一直在问张静是否知道。 聊了没几句, 又开始追问张静要娶蔡绍的理由。 张静的回答十分霸气, 大方表示, 人在年轻时都会犯错, 她并不会介意, 而且在上分以后的幸福要由她来守护。 张静这番话很明显是满分回答, 但在张妈看来, 这样的提问完全是故意羞辱儿子。 如此种种都是张妈妈欲结于心头十一年的心结, 如今一股脑的吐出, 倒让她很是畅快。 张静文言狠狠皱起了眉, 眼里隐隐浮现出丝丝愧疚, 她向母亲解释, 自己之所以不在重庆办婚礼, 是因为怕父母被记者骚扰, 遭受舆论压力罢了, 并非有意而为之。 奈何张妈妈越说越气, 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住了, 于是她便说出了开头那番满含怒意的话, 不过好在线下两位当事人都在场, 张静和蔡绍芬一直在努力开导张妈妈, 让她不要将这件事往心里去。 而后期张妈妈也通过自己的方式, 在60岁大寿那年, 在当地办了一场规格堪比选美大赛的寿宴, 同时她还邀请了儿子儿媳上台讲话, 侧面弥补了当年他们没有在重庆办婚礼的遗憾。 之后在蔡绍芬一句一句好厉害的夸赞下, 张妈妈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 所以说老人家哪里是不满意, 心下11年的儿媳啊, 她只是太心疼自己的儿子罢了。